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看到一个短视频 就是你刚一听就感觉好像挺有意思 但是你仔细一想 确实也是挺让人感觉很心酸 就什么短视频呢 就是有一个人采访 采访一个老大爷 就问这老大爷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差距 然后这个老大爷就说了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然后就采访的人就说了 就大致意思 就是你的老大爷 你的意思就是说 那有的人可能这个一辈子 努力奋斗也到不了罗马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老大爷说不是不是 他马上疯了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说了 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然后他后面强调的一句 是这么说的 有的人一生一辈子都是罗马 他后面这句什么意思 就是罗马 他就不是意大利的罗马 他罗马就是罗子和马 有的人一辈子一生 他就都是在做罗马 他听到这个话 就让人感觉真的是挺心酸的 他应该说的就是很多中国人 目前的生活状况 真的挺不容易 我理解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先跟大家 就是分享这么一个 一个短视频的内容 然后就让我想到 现在中国人的这个整体处境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就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 刚看到这个消息 我当时没太理解什么意思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才才明白 就感觉到 很多中国人现在这个处境 可能是没准是中产 可能还有一定的收入 也没有失业 但是没有失业 但出境也是会非常艰难 他这个视频里面说 就是好像有一个人 说他是自己 还是他认识的人 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本来还房贷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又被银行通知 要还30万的本金 当时我没看懂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才研究明白 什么意思呢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话可能说的 稍微这个夸张一点 但让大家能够 非常清楚的这个明白 这银行为什么突然 管他要钱 比如说有一个人买个房子 比如一千万的房子 这个数额比较大 但是大家就这么理解 你理解的会比较清楚 一千万的房子 然后他自己拿了 三百万的首付 从银行贷款贷了 这个七百万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前些年 这房子不断涨价 你的房子可能涨到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二百万 是不是 那从银行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因为这房子不断的涨价 他只欠银行七百万 银行还是比较安心 对不对 但是随着时间推 整个这个情况就变了 房价开始往下走了 对吧 以前可能是一千万 现在可能变成 九百万八百万 不断的往下走 银行就开始担心了 为什么呢 咱再说的稍微夸张一点 其实也不夸张 比如这个房价 一下子降到了五百万 降到了五百万 就是说你这房子 整个卖出去 也就是能卖五百万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这个人向银行 借了七百万 借了七百万 是吧 也就是说你如果 这个人一旦没钱 他把整个房子 全都卖了 也还不了 就卖出五百万 也还不了银行 那个七百万了 那银行这个时候 就很着急了 他就会通知 这个买房子的人 对吧 你再增加 至少增加二百万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不是五百万 你再给我二百万 也就是说提前还二百万 那你还欠银行五百万 正好跟房子价值相匹配 这样银行 这个才能安心 是不是 我说这话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很简单 比如有一个人 管你借钱 管你借五千块钱 然后他给你拿了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 苹果手机做抵押 那你觉得 应该可以借他五千块钱 但他如果拿了一个 就是很便宜的 比如小米手机 做抵押 然后让你 管你借五千块钱 你心里肯定 这个觉得不对 对吧 你这不值五千块钱 是不是 就这么个意思 银行现在就是 这个很紧张 那么我刚才说的是 一千万的房子 其实一百万的房子 也是一个道理 一百万的房子 那可能就是中间 银行可能要让你 补齐那二十万 是不是 这个事情 现在就是说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是不是已经大面积开始了 我不清楚 但是 如果房价这么低下去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 银行会大面积的 和这些买房子的人 联系 让他们补齐 中间的差价 因为银行太着急 他也紧张了 是不是 而且他已经出现了 目前这样的情况 你看在深圳 前段时间 我不也做视频了 就是国内大陆的媒体 就直接用踩踏这个词 来形容现在深圳房子 下跌的状况 有些小区的房价 已经跌了50%以上了 是不是 那你说 在深圳就很多房子 真就是上千万 对不对 那银行 他能不紧张吗 对吧 而且就是说 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他跟前段时间 大家一直听到的 很多事情 他不是一样的 兴致不一样 前段时间 大家听到的 就是什么呢 断供 断供这个事情 就是说实在没钱了 这个跟房价 好像关系不大 实在是没钱了 我这贷款 还不上了 因为失业 然后把房子给银行了 比如说 这200万的房子 交给银行 然后银行 法派卖了120万 然后120万 就是说 你可能整体上 最终 包括法院手续的 各种各样的费用 你全花了 可能你还欠着银行的钱 大致就这样的例子很多 但是今天我说的 好像 我可能有的人听说过 但是我今天 头一次听说 感觉到还是很吃惊的 因为这个事情 他跟端供还不一样 他可能是有一些 中产的 有些人 他可能还有一些钱 对吧 你不突然管他 要几十万上百万 他可能还没事 他还可以正常的去 每个月 比如几千 那上万的房子 他还可以还 但是你银行突然 管他要这么多钱 对吧 少则几十万 多则几百万 管他要 那很多家庭 可就真就承受不了了 那可能就得破产了 那真的就是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讲 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着急 是不是 万一这房子 刚才我不想到 1000万的房子 这个降到500万 那么你得 给银行200万 对不对 因为你带了700万 那如果 再往下降 比如降到400万 降到300万 对不对 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怎么办 银行不还在管你要本金 是不是 那你说 什么家庭能承受得了 对吧 现在很有可能 很多家庭失业了 或者是 两口子当中 有一个人失业了 这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整个 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时候 就是各个方面 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不仅仅是个儿了 比如说很多企业 对吧 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你把你自己的这些房产的地皮 或者商铺 抵押 然后从银行贷款 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那银行一看 就你的很多商铺 真的不值钱了 现在那些门市房 写字楼 对吧 那他就会管你要钱 是不是 银行 他是算计的非常精明的 是吧 这是我们看到 整个是中国社会的情况 就是现在整个中国 这个房地产 出现大规模的 这个问题 房子就越来越 不值钱 很多中国人的财富 都在这个消失 那么你的债务还在那摆着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 面临大的问题 最近两天 大家看到 中国房地产还有消息 就是中国政府 好像银行 就是条件很宽松了 就列出了一个白名单 给一些房企 大的房企 就是给他们贷款 大规模的贷款 因为他们也 现在处于这种 非常危险的 就是面临像恒大 这样的境遇 给他们贷款 但这个事情 他怎么说 要我来形容 他就是等于说 是给一个植物人 就是输入养分的 那种感觉 对吧 你给这些房地产企业贷款 那希望达成的目的 是这些房地产企业 能够站起来 对吧 能够就是进入正常的 健康的循环 对吧 就像这个人士 你给他养分 他们能站起来 对吧 重新自己健康的生活 自取其力 但是你给植物人 不断输入的养分 他还是那样 只不过就是维持而已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吧 但是中国政府 他也没有办法 现在他非常担心 非常非常害怕 整个房地产价格的 大规模的滑落 这样的话 引起的事情 是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租 因为整个中国人 现在都没有钱了 大家都没有钱买房子了 这个刚需 也在大规模的 快速的消失 只不过就是往下拖 走一步 看一步 能拖一天 是一天 但是这个时间 很快 估计用不了 多长时间就来了 所以说 现在习近平 他也是非常着急 不断的 就是想采取各种各样 这样那样的措施 来延缓这个时间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在中国 谁还会再买房子 前段时间 大家也都说 六亿栋 不是六亿套 六亿栋房子 对于多少 是不是 真的会变成 像马爷说的 以后这房子 全都变成白菜价了 很多中国人 一辈子辛辛苦苦经营的那些财富 咱不能说全都没有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凄惨的 这样的一个景象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不过就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件事情上 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整体上的这一集 就简单的跟大家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